台北市的疫苗剩餘量總是被外界質疑 剛剛中央在記者會上終於公佈扣掉記放的莫德納的剩餘量 台北市是屬於六都第三 會不會覺得之前一直被黑鍋終於還給台北市一個清白 其實以前一直在講台北市打太慢 我知道從頭到尾都知道是抹黑 但是 反正不過我們還是很認真在打 不過我想這個現在都不重要 現在大家關心還是什麼時候有疫苗下來 我們就 反正有疫苗下來就趕快把它打完這樣就好了 相關的媒體有問到說 各市政府現在的一個 的一個剩餘量 那我們再來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這個應該是到 昨天的 昨天的一個資料 那裡面我們把就是說 有些地方政府認為說有些是我們中央 寄放的 其實 也沒有分到這麼清楚了 只是中央有一些要對 在當地的縣市 有一些 在我們的類別裡面需要去施打的 那既然大家有這樣的一個反應 那我們就把它切開來 讓大家看到總共現在 大概這個莫德納在各縣市的剩餘量 這樣總共109萬 總共全部 那在縣市本身的是有90萬2千多 那屬於在部會 各個部會所主管的 所主管的類別裡面有大概19萬2千多 那還沒有施打完 那我們也希望這兩天能夠盡速的 把它能夠施打完畢